夢中情 一條夢 夢中情 一條恨 在月中的愛 最美的人 還算回憶起來 因為我好多年沒有唱 今天真的 哇 很感動 我記得很清楚 我是在雪碎上面 沒有練過大概六次 但是就是 後來因為還是比較常唱 光榮聽 光榮聽也有 志豐哥的歌這個是快智人工 所以我們很期待 在市政府的邀請下 基隆創作歌手江志豐 和姐姐龍謙玉 將和多位歌手 帶來經典的國台語歌曲 所以這次我能夠回到家鄉 唱歌給家鄉的好朋友聽 算是第一次 因為我真的常到外地去表演 我最想唱的地方其實是基隆 因為這邊最多我的好朋友 然後最多我的長輩 然後包括一些晚輩 我們一起都在這個地方成長 那我也希望說 藉由這次的機會 能夠拋磚引玉 所以這次其實坦白說 要很感謝市長 跟我們的局長 能夠舉辦這次的活動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回到這個地方 尤其是姐姐一直掛在心裡面 她一直掛在心上龍姐 她說 哇好感動喔 市長這次願意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能夠 好像回到家鄉做一些事情 然後可以回饋給家鄉父老 當你一看說 你是我 小時候是人不錯 請你看到一起啊 小腾沒錯 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的志豐兄 跟我們劉洋老師 都可以共同來參與 今天的宣傳 就是我們在10月7號 有非常精彩的一個 懷舊老歌的一個活動 在我們的一個演藝廳 那我對剛剛志豐兄 唱的幾首歌 我都是很有興趣 但是因為那個歌 其實都不好唱 那我們每次都是 懷著很羨慕的心情 在學這些歌 因為這些歌也是 翁立友先生也有唱 對 他也是我的一位好的朋友 那每次就看到 唱這些歌 之後知道背後都是我們 志豐老師在這個 作詞作曲 就覺得今天能夠 邀請到他跟 劉洋老師到基隆來 跟我們一起來推動 宣傳10月7號的演唱活動 希望市民朋友一定要 跟小孩爸爸一起熱烈來參加 文化局長江廷梅表示 這場懷舊金曲音樂會 10月7號 將在基隆表演藝術中心 演藝廳開唱 向大師致敬的系列活動 今年將用金曲歌聲 再現基隆 帶領觀眾朋友 重溫經典老歌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